就是那個 function 部分 剛剛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跟上面不一樣 名稱不一樣 還有最後丟過來的東西是丟給自己本身 這兩個一定要是一樣的喔 OK 那大概公式的部分跟那個 這個 sub 也有點像 那接下來的話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插入環數當然現在已經有出現了 不過它的缺點是說 它必須要給三個東西 它才能夠把結果秀出來 雖然已經夠方便 可是如果希望更方便一點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把它變成範圍 那可是怎麼變成範圍 特別注意喔 其實這邊也很多地方不用重寫啦 你可以怎麼樣把這個 function 複製下來 那我習慣是選之後 拖拉加Ctrl鍵 第一個 第二的話呢把這個 手機改成叫手機範圍 OK所以這邊的話我就 多兩個字 手機範圍 那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邊如果改的話喔 下面喔 記得一定要改 如果你沒改的話那 就漏接了 OK喔 所以這邊一定要改 一 二的話呢這邊 可能就不要兩個 不用三個 就只有一個叫電信業者 H叫電信業者範圍 就是給我一個範圍 就是給我一個範圍 三個資料 但是呢如果今天呢 我如果給他 三個 那問題我要怎麼切割 這個切割特別注意喔 有點像是切蛋糕一樣 但是 這個邏輯這樣 他給我三個 那我必須要切開來 變成有三個 那我怎麼把它變三個 特別是一 你可能要用一個 A的變數去接 那可是A的變數接到之後 A這個裡面 有123 那我怎麼辨識 第一個這個是怎麼切 特別是喔 這個概念有點列跟藍的概念 先列 再藍 跟Sales那個物件很像 先列 再藍 所以呢如果你要抓這個資料的話 他就刮糊 先列 再藍 所以用這個來表示這個 用這個 一列 豆點2 表示這個 那這個顧名思義就 改成3就好了 那怎麼寫 大概應該有概念吧 OK好 那我們 針對這個部分 把它改一下 所以首先的話 我先多一個A的變數 那這個A的變數自己取啦 因為 因為範圍一般習慣叫Array啦 所以我就用Array打太多次 乾脆打個A好了 比較簡單 然後呢 把這個A等於什麼呢 等於電信業者範圍 我把這個 電信業者範圍 的東西 先丟給A OK 那A裡面就有三個東西 那為了我要把它切開來 所以呢 我就把剛剛這個 第一個喔 特別叫 第一個是 A 瓜糊 1 豆點 1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這一個 門號末 叫A 瓜糊 1 豆點 2 第一列 第二欄 然後這個的話呢 一樣 A 瓜糊 1 豆點 3 好 這樣的話 就大功告成 欸 寫法其實跟剛剛有點像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是範圍 那好處就是只要選 一次就好了 OK 我要檢查一下 應該沒問題 好沒問題之後我們試一下 OK 這邊的話呢 不要放這邊 插入一個 使用者定義 有了 範圍出現了 按確定 給我個範圍吧 這個範圍 丟過來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選的是範圍 他這邊會變這樣 大瓜糊 大瓜糊在那個Excel裡面喔 實際上就正列啦 好三個東西 中間加豆點 那我就分別把它切開來之後 再串接按確定 向下填滿 這樣就 大功告成 OK應該可以看懂那個邏輯吧 細節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自己在 把它分別完成 OK 那這樣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主要是 把上面這一段 複製過來 那把 這邊改成範圍 這邊 本來三個變一個 好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多一 多這一行 把這個丟給A 這個分別改 這三個 就完成了 OK 所以 請各位先稍微試一下 畫面先忘記各位 就是把那個 制定函數部分 本來要給三個 三個 儲存格的資料 現在改成一個範圍 喔 喜歡基礦用 並不選擇 煮製, 不選擇 這邊 有了 要請 給你